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正式开馆 以色列酿酒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 是世界上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而今天 以色列葡萄酒商人阿里利带着他的葡萄酒 正式入驻成都国际铁路港以色列国家馆 欧洲东南部国家摩尔多瓦是国际葡萄酒组织 五个创始国中最古老的红酒王国 拥有五千年的酿酒历史 素有欧洲葡萄园的美誉 因为有成都的支持 葡萄酒在这边也卖得非常好 然后就有了很好的关系 包括摩尔多瓦政府也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以色列国家馆和摩尔多瓦国家馆 是成都国际铁路港即意大利国家商品馆之后 为打造一带一路国家馆群 集中开设的两个国家商品文化馆 除了葡萄酒 这里还会有来自以色列的化妆品等陆续摆上货架 而这两个国家馆成功设立的背后 离不开一个成都人 一带一路国家馆群共享经济圈的以色列摩尔多瓦 国家馆今天在这里隆重开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 大学毕业后的温茜前往中国沿海和北京打拼 从事国际贸易工作 二十多年来 温茜与法国 意大利 摩尔多瓦等世界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 进行贸易合作 而五年前的一则新闻 让他决定回到家乡成都创业 我们当时在北京听到了一个新闻 在成都开通了一个班列 叫中欧班列 那么它是从成都到波兰罗兹 只需要十五天的时间 在没有中欧班列之前 我们更多的采用传统的运输方式 通过水运 海运过来 五十多天的路程 那么成都迎来了开放的新潮 中欧班列 融欧快铁的运输时间 不仅是海运的四分之一 价格也只是空运的五分之一 如此便捷低成本的物流方式 让温茜决定于去年 在成都自贸区双流片区 开设了摩尔多瓦国家馆 从成都自贸区双流片区的 第一家摩尔多瓦国家馆 到如今成都国际铁路港的摩尔多瓦国家馆 和以色列国家馆 温茜在成都创业的这五年 也是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飞速发展的五年 即波兰罗兹站点开通后 德国纽伦堡荷兰第二宝站点相继开通 中欧班列融欧快铁国际市场腹地 向欧洲枢纽城市拓展延伸 两年前 中国首条南线成都至伊斯坦布尔 中欧班列测试完成 又标志着融欧加战略 海外辐射范围扩展至中亚南欧地区 去年三月 北线至白俄罗斯的定制班列开通 同年八月成都至俄罗斯县开通 成都一路向西的经贸触角 逐渐辐射到中亚及欧洲全境 截至目前 三线并行的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已连通境外城市23个 覆盖16个国家 凭借着这列飞奔在新资酬之路上的钢铁国队 温茜陆续获得了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关于在中国设立国家馆的授权 未来来自全球的商品 还将乘坐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通过温茜的国家馆汇聚成都 让成都人真正足不出户 便能买遍全球 如果说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带给成都女企业家温茜的 是引进来的商机 那么她同样也带领着越来越多成都企业家们走出去 此刻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德国当地时间上午9点 像往常一样 成都蜀绣商人李刚 开始与远在德国的山东籍商人 楼宏文进行远洋视频连线 商谈在德国开设蜀绣专卖店的事情 我们了解到在德国北维州克里福德市 有一个CTCC中德经贸中心 正在做一些中国中小商品的展示 我们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通过我们前七号 我们把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飞椅蜀绣 通过荣物快帖到达展厅 取得了当时很高的一个评价 这一副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双面绣 蜀绣的双面绣 绣制了我们四川的名片熊猫 很多没有见到过我们中国蜀绣的民众 觉得很惊讶 不可思议 这怎么能通过手工制作成功的 是这样的 与蜀锦并称为蜀中瑰宝的蜀绣 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又与苏绣 香绣 月绣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秀 李刚与蜀绣的渊源颇深 他的妻子是蜀绣第四代传承人 而他在成都清白江区和疲都区 分别建立了两个蜀绣灵活就业示范基地 参加了德国克雷菲尔德市举办的中国中小商品展以后 蜀绣得到了欧洲民众的强烈关注 这也让李刚看到了商机 他想通过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让蜀绣远销欧洲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知道有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运往欧洲这个线路的 为了保障商品的安全 尽量通过陆路运输 火车集装箱的规格比较大 特别适合我们四中大型的主修商品 目前在境外拥有23个站点的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仅在德国境内就拥有纽伦堡和布莱梅哈芬两个站点 这让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李刚非常兴奋 他开始积极筹备第二批蜀绣运往德国 并准备在德国开设一家蜀绣专卖店 我们现在公司有一批运往欧洲的商品 希望有那个通过融欧快铁 到达欧洲德国市场 现在需要针对欧洲文化的原创进行一些设计 为了设计出欧洲民众喜欢的鼠绣图案 李刚一边寻求成都艺术家的帮助 绘制新的鼠绣样板 一边培训更多优秀的鼠绣人才 这块的话它是一个水墨画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绣画结合 比如说这一幅 我们就把这个花给它体现出来 人家说我觉得这幅画不错 这幅画的话就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蜜 而且是油画手法表现出来的 这么大面积的话 做成我们的飞衣鼠绣原生品 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把商品运过去 其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展览 我们是想更多的留下来 长年地留下来 才能达到后续的产业链的发展 早在两千多年前 鼠锦鼠绣同茶叶七七等 便开始沿着南丝绸之路 运往印度西亚等地 两千多年过去了 来自成都的飞仪瑰宝 鼠绣将继续搭成中欧班列融欧快铁 沿着它开辟的新丝绸之路 运往欧洲 销往全球 将天赋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而除了鼠锈产品 戴尔电脑 温江花木 沃尔沃汽车 等大量成都造产品 也正源源不断地 运往欧洲及沿线国家 同时 巧克力 红酒 木材 等欧洲造货物 也奔跑于亚欧大陆桥上 带动着物资流 资金流 人才流 技术流和信息流 向成都聚集 成都 这座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也将随着这支钢铁驼队 不断向前奔跑 更加积极地投入一带一路建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8年1月19日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 但对于这群来自世界各地 创业经验为零的年轻人来说 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周末 欢迎来到Subsano 我们来到6月的星期六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创业周末 起源于美国西雅图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非盈利性的创业者社团活动 它最大的亮点在于 参加活动的创业新手们 在短短的54个小时里 就将实现创业项目从零到一的突破 并有机会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目前活动在全球 已经举办了300多次 拥有超过3万名参与者 我们这一次是成都第六个创业周末 这一次所有的团队 他们的主题跟旅游和文化有关的 来自德国的Eric 是成都创业周末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他在成都生活了5年 是个地道的羊绒漂 成都的创业生态比较好 成都人才有多 开始越来越多人自己也想创业 我觉得这个氛围挺好的 在成都 Eric深深地感受到了 这座创业之城浓厚的创业氛围 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们 在这里也总能迸发出很多不错的创意 于是他陆续将欧洲最大的创业加速器SBC 来自美国硅谷的创业孵化器 创业墨房 以及创业周末等全球顶尖的创业组织 引进成都 挖掘这里优秀的初创者和创业项目 这一次是在成都举办的第六届创业周末 吸引了成都各个领域的七十多位参与者 今晚他们将调动自己所有的感官 历经点子演讲 组建团队 市场调研 产品制作及现场路演五个环节 建议出鞘 蓄势待发 谁将在五十四小时之内拔得头筹呢 首先参与者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点子演讲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只有五十四个小时 取定自己的一个想法非常重要 如果你取定不了什么 那你五十四个小时也就走了 你什么都没做好 在点子演讲环节 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阐释自己的创意 并现场组建团队 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组队 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创意 加入其他人的团队 金发碧眼的西班牙女孩阿玛亚 是四川大学中文专业研究生一年级的留学生 此次他带来的创意是在旅游景点开辟一块留言墙 为旅游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帮助他们成为朋友 那么他的创意能吸引其他人加入他的团队吗 最终现场有六个创意项目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并组成了临时团队 阿玛亚与两位成都女孩Chris和Stephanie 组成了现场人数最少的女子创业团队 而来自成都的小伙子陈国阳的创意 吸引了六位参与者 组成了人数最多的团队 今晚过后 他们还将在剩下的36个小时之内 完成其他创业环节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其实是创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APP 让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可以根据不一样的目的 去找到其他的孤独的旅行者 比如说可以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去逛博物馆 创业之旅这才刚开始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阿玛雅团队却要推翻昨晚才确定的创业方向 这样可行吗 我们的第一个导师 他就说那你干脆就做成一个拼饭的这样子的APP就可以了 我们一听就觉得 这个想法非常好 那一说然后我们马上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 阿玛雅团队最终重新确定了创业方向 制作一款约陌生人共享本地美食的APP 在剩下的时间里 他们能准时完成所有的任务吗 在剩下的时间里 为了提高效率 阿玛雅决定 让Stephanie留在办公室进行APP的页面制作 她和Chris则前往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 太古里进行第三个环节 市场调演 所以如果在昨天晚上你会在家中感到很孤独 你会在家中感到很独立吗 如果可以吃饭 或者可以吃饭 和其他人一起吃饭 不可以 你觉得喜欢吗 不愿意啊 反正都是单身有什么便宜的 颜值高点真好啊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选择 不是你的选择 我们让大家出门 然后做一些客户的调查 比如说他们就去台湖里问一些人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你愿不愿意买单 然后如果不买单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的服务不适合 然后他们就这样可以了解一下 怎么提高这个服务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12小时 6个参赛团队纷纷进入了产品制作环节 而此刻一些团队已经有了自己产品的雏形 如果现在是午后词的话 我们做出来的一样其实就是你现在 可以跟诸葛亮一起去访问他的一个 和诸葛亮一起玩 做游戏 成都人陈国阳所在的团队B4 此刻已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制作路眼PPT 这让一旁的阿玛亚有点着急了 因为他的团队在APP设计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那是我的理由 这是我的想法 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颜色 对我中间没有理解 我会把它放下来或上去 但在中间的交易 我会感觉有点缺乏 我们要做很简单的一个模板 可以给这个客户看一下 我们的产品大概是这样 你按这个 然后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屏幕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经过了50多个小时的磨练 六个团队最终成功将他们的一个个创意 变成了一个个有具体产品 具体思路的创业项目 1月21日晚上5点 创业周末迎来了最后的环节 鹿岩 欢迎来到最后的介绍 我们可以去鹿岩 鹿岩的成功 意味着这群年轻的创业新手们 经过短短的54小时 便有机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 使其创业项目实现落地 而这次创业周末的评委 是欧洲第一加速器SBC 鞋城等全球知名企业的高管 看着其他团队丰富的路眼形势 阿玛雅团队的三个姑娘们都非常紧张 那么他们的创业项目 会获得评委们的青睐吗 我们的项目叫 所以叫你永远都不要独自吃饭 那么根据我们的市场调查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将会是90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人物来筛选 然后上面会有这个用户的各种各样的一个profile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餐厅来筛选 菜系这样子来筛选 很多人觉得我们给他们五分钟 他们就觉得五分钟啊 完全不够 这五分钟 他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的客户是谁 大家等了这么久了 终于要出结果了 激不激动呀 激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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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位置是 第3位置是 吃货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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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第二名是 所以说第二名是 是我们的B4 B4 那第一名是 第一名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的名字 我觉得它的名字其实也简单易懂 能够很明确的表达出 他们这个产品要做的事情 是哪个呢 拼饭 经历了54个小时的复出 全场人数最少的团队获得了第一名 这让三位姑娘异常激动 我感觉走上了产品经理的道路 产品经理多好啊 产品经理多好啊 Cendu是像是Bandas 我还没有认识的 它还有新的现代 还有新的现代 还有新的现代 所以我喜欢这种 它仍然在发展 所以这也吸引了我很多 在短短的54个小时里 年轻的创业者们 通过一次次思想的碰撞 学习和分享 感受着创业的艰辛 和成功的喜悦 这54个小时 也许并不能完全实现 一个产品的落地 但却是一个梦想的开始 目前 成都每年开展 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两千多场 三百多家来自世界各地的 创国机构 与六千多家创业团队 实现对接 在每一场活动中 传递出的正是成都创业者们 从零到一的拼搏与奋进 也是成都这座创业之城的 精神之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